终于 小小的一条青梢 现在黄昏 水面好像是有些小水花 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岛 都是非常好的点 听说这里小青梢很多 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帅哥钓友小欧 这次他介绍我来这个地方 那这边没有大峭嘴吗 也有大峭嘴 但青梢比较多一点 在外面 在更大一点的水面 这边有马口吗 马口没有 马口要去峨梅那边 主要就是青梢 还有大口黏 小峭嘴 会有黑鱼 有罗飞吗 罗飞没有 种鱼 种鱼 在很远的地方种鱼 一个小很小的鱼 哇 既然钓到的第一条鱼 是一个白条 摇 摇 中鱼了 天呐 这是一条什么 哇 这是一条非常小的青梢 跟白条差不多大 是青梢 呀 走 用两点八个的小浮水铅笔 钓到的一条这种小青梢 很有意思啊 水面一个水花 然后一抽干 哎 种鱼 哎呦 太小了 哈哈哈 可以啊 两点八个的铅笔都咬不起了 但是很好玩 今天晚上呢 我们住在这个水库旁边的一个大哥家的停车场 我觉得这个环境非常不错 我们的车停在这里 我觉得非常适合看电影 所以我把我们的幕布 还有投影仪 还有我们的电小电影员都拿出来了 准备今晚试一下看一个露天电影 在这个地方 现在是六点多 虽然说很早 但是还有两拨钓友 来得比我还早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好像大家都喜欢来这个地方钓鱼 终于 脱钩了 中 这条体型其实还可以 说实话 完整的一个亮片全部都吃进去了 这个翘嘴太穷凶极恶了 小小的青梢 小小的一条青梢 小小的一条青梢 青梢 又中一条 又中一条 清烧一条 自动脱钩 天呐 上鱼了 上鱼了 一条非常小的这种沙虎 一条很小的虾 咬中了我的3.5克牵头钩 居然也被钓上来了 它没有钩住 它含着不肯放 弹嘴的小玩意 今天早上又出来钓了一伙鱼 虽然鱼口没有昨天晚上好 但是小青梢依旧还是很多的 只是体型比较小 即使用幼岸楼杆拉起来 也觉得不是很过瘾 进入四川以后 我们去到的像长江 大陆河 驼江 基本大部分河流 还有水库都在禁钓 要找到一个能够钓鱼的 这样的一个小水库 其实都不太容易 我觉得我也应该休息一下 去成都休整几天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往川西高原去了 听说川西是有可能钓到红尊 还有盐鱼 所以期待它们出现在 转载我后续的视频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光哥的视频 记得为我转发评论点赞 对我的同款鱼就感兴趣啊 可以去搜索我的店铺 光哥路雅 好了 拜拜